把鴨子填滿過來 記得是編輯裡面的那個填滿 會有個圖樣 把這個圖樣給填上去 這樣就填上去了 接下來我們還需要 第三個步驟就是這個鴨子的字 那需要怎麼樣 把它放在中間 然後這個字本來這麼小 它的尺寸看一下 它原來尺寸是50x50 那必須把它放到這邊的中間 可是太小了 希望把它放大 那放大的比例的話 這個試題裡面有提到這個題目 它要我們把這個字 再把它怎麼樣 放大十倍 並且在正中央 然後放大之後的話 必須保留鋸齒 就是鋸齒狀 那所謂鋸齒狀就是 它會有那個像素的感覺 看得到那個點狀 那怎麼做 我們來試一下 第一個 怎麼樣把這個 放到這邊的圖 的正中央 怎麼放過來 第一個 當然你可以想說 把這個變成什麼 把它放過來 那有什麼簡單的方法 要過一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 第一個 你把它全選 Ctrl A 全選 記得 在Word裡面也是Ctrl A 全選 那複製怎麼複製 Ctrl C 再來怎麼樣 移到這邊來 做什麼 Ctrl V 它不就怎麼樣 放在中間了 有沒有 很簡單吧 其實Foloshop跟 在以前 你在做文字 它有些地方是相通的 那再來怎麼樣把它放大 應該還記得吧 Ctrl T 有沒有 還記得 編輯裡面有個什麼 任意變形 這邊一下任意變形 叫Ctrl T 有沒有 我們在第一個範例裡面有提到 那這個Ctrl T 我建議各位要把它記下來 就是你要放大縮小 你可以用Ctrl T Ctrl加T 好 這個時候呢 在上方會有工具列出現 你按下Ctrl T之後 它會有所謂的空點 空點就是你可以任意的放大 任意的縮小 縮放 或者在上方 也會有一個什麼 工具列 這個工具列呢 它是對應到底下的這個Ctrl T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你要位置是XY 這個好像前面講過 大小是W是寬 H是高 旁邊中間有個鎖 就是說你要不要兩邊都一樣 如果要 那就是把這個鎖 把它鎖住 兩邊的比例就會一樣 另外還有角度 這個我們用過 另外這個還有什麼 寬跟高的角度可以額外設定 寬跟高的 那一般是兩個 寬跟 不 這個水平跟 垂 這個是水平 這個是垂直的角度 也可以調整 那最後當然有個打勾跟取消 打勾跟取消 那我們來試一下 如果你要放到10倍的話 只要把寬跟高 先鎖起來 然後它原來一倍是100% 你可以把它10倍就是多少 1000嘛對不對 你就把它改成1000 這個時候呢 你有沒有發現 你把它打勾 打勾之後的話 它這個時候這個壓制 有沒有 它放大就有鋸齒狀 把它打勾 打勾之後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不過 你會發現 打勾之後 它應該要什麼 鋸齒狀 可是呢 你會發現 Photoshop 它太聰明了 它幫你把鋸齒狀拿掉 為什麼 因為它想說你這個圖 本來解析度不夠啊 那我就自動怎麼樣 幫你補點 什麼叫補點呢 可能看起來本來應該是 有那個鋸齒狀 那我就幫你把旁邊 抹平 看起來比較漂亮 那可是這一題 它剛好是怎麼樣 剛好是不要你去幫忙 做這件事情 所以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特別注意 它這個做出來效果就不對了 所以請記住喔 要先把那個 插點那個功能給關掉 那怎麼關掉 先把它感受一下 先取消 先把它復原對不對 把它恢復 貼上到這邊的狀態 然後呢 記得到編輯 一樣是偏號設定 偏號設定裡面 有一個一般 最上面 剛剛是單位吧 你就找到一般 如果你要把那個功能給關掉的話 記得一般裡面有個叫 影像內 插補點 預設是最適合用於平滑鍵 平滑就是幫你去補差點 讓你這個字看起來不要那麼的有句子狀 可是我不要這個功能的話 其實你可以怎麼樣 把它改回什麼 最接近像素 也就是保留硬邊 讓它的那個硬邊保留住 就是本來是什麼 這個補差點嗎 把它保留硬邊按確定之後 確定之後的話呢 那它就會幫我把那個 原來會幫你補差點那個功能 把它關閉了 就是保留硬邊 所以影像一樣是偏號設定 偏號設定裡面一般 一般裡面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時候按確定之後 再做一次 Ctrl加T 好 那一樣呢把這個鎖起來 本來100%變成1000 那就10倍了 剛剛打勾之後它還幫你補點 那現在會不會幫你補點呢 我們試一下按確定 按打勾 這個確認 剛剛會變得很平滑對不對 那我要保留 打勾就像這樣就好了 OK打勾 那你會發現呢 有沒有 它就不會幫你補點了 這個時候你看起來 就會有什麼 有那個旁邊有橡樹的感覺 那我講過了 橡樹就是 就是 怎麼樣 就是有顏色的點嘛 那這個時候因為 它本來是只有50x50 那一放大之後的話 那當然放大10倍之後 看起來就會有鋸齒狀 一個一個一個的感覺 那因為我把那個補差點關掉 所以我們完成就長得像這樣子 那各位可以看到 就要像這樣子 你不要說一打勾之後 旁邊平滑了 不對 請你先把它關掉 再打勾 OK 那做完之後的話呢 就完成第三個階段 第三 第四個階段的話呢 我們就是 再來怎麼樣 加上一個 它所謂的那個 菱形漸層 各位可以看到 你會發現 它這個有點像 這個 外面是本來是正常的 那裡面這個地方 是一個菱形 那這個效果怎麼做出來呢 我們等一下再來看 請各位先把那個 壓著這個部分 補差點部分把它關掉 然後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